那么在昨天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呢 是邀请到了中友董事长来备取 并且来审查中友的预算 只不过呢在会议当中呢 民众党的这个立委张旗凯呢 就不断的质问中友董事长说 如果两岸真的开战 兵凶战委的时候 我国的天然气存量到底够不够 那针对这个议题呢 也被这个民进党籍的招委邱怡营来打断 因为邱怡营认为这个议题是涉及到国安 不应该在会议当中来不断的质问 那针对这个议题呢 今天呢经济部长王远花来到立法院备训时 也有最新回忆一起来听 中友昨天也有讲 我们都会让它在这个高存量的操作 那就是让台湾有更多的存量 那另外就是对天然气的这个储槽 确实也需要增加 所以包括我们四街 以及其他在台中或者高雄 在增加储槽的部分 让台湾的安全储量可以更多 电价的部分 那我想我们还是第一个赶快来跟行政院 这个确认 院里面可以补助的金额 那作为电价审议的基础 那相关在电价审议的时候 包括台电稳健的经营 包括民生的各项考虑 种种的那电价审议会这边 其实有专家 有工商团体等等 那他们会慎重来审议 好可以听到呢 旺美花是强调说 这个天然气的存量呢 中友绝对都会在高存量来操作 在未来呢 也会呢 持续的来增加安全的存量 那至于四月呢 可能即将一来的电费涨价呢 旺美花在今天来到立法院的时候 也透露这个电价 工作小组的最新进度 旺美花是强调说 现在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来确定呢 行政院的拨补金额 那未来这个金额确定之后呢 也会通盘的来考量 台电的这个经营 以及民生呢 都会来考量进去 并跟专家进行审议 绝对可以做出 符合民意的期待